独时以名至日 知古可见惊 大家好 我是刀刀 这是雍正王朝中的最为精彩的一场对话 看似父子子孝 温情默默 是一场温馨的家常礼短 实则却波涛汹涌 暗藏凶险 对于年轻的红昼来说 稍有不慎说错一句话 以后的日子能不能过得顺畅 就很难说了 对话的一开始 雍正就在试探红昼 阿玛这时候把你叫出来 不会让你染上血光之灾吧 红柱一听这话有些吃惊 果然是什么事情 都瞒不过华阿玛的眼睛 用着让他去抄八叔家的时候 红柱怎么思量都觉得 自己去掺和这件事有些不妥 索性就以出门会有血灾之光为由 搞出个活出丧 做个道场来搪塞过去 今日看来自己的伎俩 早就被华阿玛给识破了 如果自己再强行否认 那就只会给华阿玛留下一个 圆滑不诚实的形象 不如索性全承认下来 事实证明红柱是对的 你自己说出来了 就不算棋局 雍正看了一眼红柱 点了点头 你这么做虽说有些荒唐 但阿玛倒也能理解 你整天跟那些和尚道士 搅和在一块 总比跟那些朝廷的官员 搅和在一块好 听得华阿玛这样讲 红柱紧绷得嫌稍放松 可他还没来得及庆幸 雍正就话风一转 小小年纪就知道明哲保身 这一点比你阿玛都强 红石心里一紧 说我明哲保身我认了 说我比皇上还强 这是夸我还是捧杀我 这话我可不敢接 于是他赶紧派起了龙屁 儿臣百无一用之人 就在修长十辈子 也忘不到皇阿玛的象背 雍正可以说是 大清朝最虐心的皇帝了 他最渴望的事情就是 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 因此他明知道 红柱的这番话很肉麻 但听起来依然很受用 可高兴之余又有几分担忧 谁有能保证 红柱的明哲保身 不是以退为进的夺敌策略呢 他不禁想起了当年康熙皇帝 要自己查刑不暗子时 自己为了明哲保身 特意搞了个冰火两重天 愣是把虎蛆熬成了病体的事 想到这里他又敲打红柱 当年我也和你一样 一心潜行佛法不问世事 可你皇爷爷一片苦心 非要把祖宗的江山交到我的手里 朕这也才勉为其难呢 雍正说到这里 特意用手挠了挠头 不知是为自己说谎不打草稿 感到一丝心虚 还是遮挡自己暗中观察红柱 表情的小眼神 雍正的逻辑是这样的 自己暗示传位的话已经很明显了 如果红柱情不自禁地露出 哪怕有一丝喜悦的表情 则说明他心中 对这个皇位多少是觊觎的 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 红柱的表情中不仅没有喜悦 反而是诚惶诚恐 皇上宁就像是天上的太阳 虽无意与人争辉 但光芒自然普照万物 而臣却是迎宠之光 拿什么去争啊 红柱的意思很明显了 一个是我和你不一样 也没有夺嫡的心思 另一个就是 我在朝堂也没啥事例 哪有什么资本去争啊 雍正露出一丝满意的笑 对红柱的考验试探 也已经通过了七八成 但也不能全听红柱嘴上说的 还得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因此他拿出一个奏章 说是月中期今天报来的奏执 有个叫曾静的湖南人 派弟子到他那去策反 给我列了十大罪章 你拿过去看看 红柱是如何表现的暂且不表 咱们先来插播一段 曾静策反月中期的这件事 也好让粉丝们 对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这曾静是康熙年间的声援 早年游学到嘉兴 与山东世子吕刘良的 两个德义门生相谈甚坏 两个门生便将吕刘良的 一些语录拿给曾静看 这吕氏一家从孝中难名 抵抗清朝的辱亲 清朝一统天下之后 吕刘良便大力宣扬 华谊之分大于君臣之轮 说白了就是反对 少说满人对广大汉人的统治 在世子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曾静一看这份语录 不由的积节称赞 竟被激起了反清奉明的壮志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想 到雍正执政的时候 满清入关已经七八十年了 大清国也基本上算是国太民安 为啥早不反晚不反 偏偏在这个时候反清 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 雍正推行的新政 损害了读书人的利益 所以老书生曾静就受人蛊惑 发动他的大弟子张希 就是河南生源八考案中 那个年龄最大的世子 让他去西北策反越中旗 为什么去策反越中旗 因为他不仅是汉人 而且还是抗击名将岳飞的后人 既然这岳飞是民族英雄 曾静便想以民族大义 和祖先的忠义来策反越中旗 要不咋说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这曾静一怕年纪了 想法却是何其的幼稚 越中旗虽是岳飞之后 毕竟相隔几百年 又是生于清朝 长于清朝的皇帝所依赖的重臣 怎么肯稀里糊涂的 听曾静这个老夫子的话 但倘若完全不予理睬 又恐引起皇上的怀疑 所以他先是假装答应 稳住曾静的弟子 然后将张熙扣押 逼稳出事情的原委后 再将整个事件的 全部过程如实上奏 这才有了本具之中 雍仲手里的那份奏折 当雍仲把这份 咒骂自己的奏折 递给红咒之时 看似一项荒唐的红咒 却表现得十分精明 奏折是谁看的 是天子看的 这样的奏折 就算是上书房大臣张廷玉 恐怕也不敢轻易拆开 所以红咒不看 完全没毛病 况且自己先前 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不争之心 这个时候看作章 不就是打脸吗 所以不仅不看 他还要用语言表明 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说明自己是相信 自己父皇是圣明至上的 这一点极大的 宽慰了雍仲孤独的心 看到这一幕 不知道 你是不是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没错 早在九子夺嫡的时候 康熙就收到了老八 从萧果金那里 搞到的 有关太子的黑料 当康熙痛心疾首的 把这封信 拿给张廷玉看的时候 张廷玉同样是不敢看 他从康熙手中接过信件 一把火 把他复制一具 等康熙回过神来以后 才明白张廷玉的良苦用心 当时张廷玉不看信 是为了保护康熙 保护太子 如今 红咒不看信 是为了保护自己 虽然两者的手法 和初衷不见相同 但他们的精明 却如出一辙 但从这一点上 就足以说明 红咒堪称智慧的担当 他可爱又出色的表现 以至于让原本 想对他 心生问罪的雍正皇帝 都忍不住 有几分喜欢这个儿子了 他对红咒基本上放下戒心了 可对于红咒 却是忧心忡忡 他想从红咒的嘴里 套出一些 关于红咒的话来 朕叫你和红咒 去接几个旗主王爷 你是怎么误传圣旨的 当时 红咒是怎么说的 红咒把自己在现场 如何误传圣旨的话 一字不差地 讲给了雍正 可至于三哥 红咒是怎么说的 他却只字不提 而且 记不清三哥说了什么话了 被红石摆了一道的红咒 又何尝不想趁这个机会 好好地扳回一局呢 可他想说却不能说 他不能给父皇留下一个 卷入兄弟之间争斗的印象 他更担心说了此事 会遭到三哥红石的报复 索性就踹着明白装糊涂 雍正见问不出什么话 也就不再难为红咒了 一场由他精心设计的 充满危机步步式坑的试探 被大智若愚的红咒 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不仅打消了英众对他的疑心 更是打消了红礼对他的顾忌 红礼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登基以后 看到这个弟弟从来不争 做事荒唐却又喘喘喘的 也不舍得去处理他了 红咒得以整天过自己潇洒的生活 成了清朝的诸王之中 活的时间较长的一个 这份福分在整个清王朝前期 几乎是独此一份了 简直是献杀旁人啊 各位看官老爷们 拜托帮忙点赞转发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